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及教育 还有陪伴者的修炼 那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现在 国高中的这样的一个108课纲 是有息息的相关的 它包括自发互动共好 那这也是现在108课纲里面讲到的 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和社会参与 那这些在现阶段的课纲里面 其实都着重一个点 就是自我要好好的先培养出来之后 我跟这个社会有一个良善的互动 然后再做这样一个好的事情 对 OK 好但是呢我觉得如何用此书呢 就要把这本书当成是reference book 发现物体的时候查询 然后要来练习这样的一个技巧 怎么练习技巧呢 你必须要延伸阅读 所以有很多资商相关的书呢 其实你把这本当成reference 然后去延伸去使用 那那些技巧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 一个不断的操作跟磨练 你就会渐渐的变成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了 然后再来就是记录你遇到的这些故事 OK 那今天我就要从故事里面来讲 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片 与你再次相遇 OK这部有点像那个 对就是从过世之后 然后从天堂回来人间 然后跟家属说再见说道别 那对这些 好稍微带一点点内容 但是我不讲太多 他其实是妈妈穿越阴间 回到世上陪他们 但是需要这个语迹不会停 才会持续的跟他们待下去 如果语迹一停的话 他妈妈就得离开了 这一个孩子的情绪他其实就是只考虑到自己 他只要我要妈妈留下来 所以我必须要让语迹不要停 这种只考虑自己 不考虑别人的结果呢 其实常常会是我们 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会造成的一个状况 如果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去处理完的话 他其实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OK所以这本书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 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境可以变成是孩子的一个体验 我这边就想要分享一下我去参加这个灵源出走的这样一个故事 不花任何钱 不带手机 然后直接到那个大溪那边去 所以在中途呢我们要吃饭 要睡觉 要搭大众捷运 那我们做的呢就是 我们去类似有点像乞讨 但是我们会跟他说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回馈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剩下来就是说 如果没有钱和手机 你到底还剩什么可以给人家回馈 等一下一个拥抱吗 画个图给人家吗 有时候我会觉得 你知道那个经验里面 我自己觉得没有钱和手机的时候 我只剩劳力了 我没有其他的能力了 对 所以呢 当我分组的那一组呢 他跟我一起去请一个司机来载我们 我们是在那边招搭便车 然后他在车上跟这个司机大哥分享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其实才真的去了解说 原来这些孩子他们真正从这些过程里面去学到 什么叫做他可以跟这个社会去做互动 是真诚的真实的互动 第二天里面 我被指派的任务叫做下包 那个辅导员他带领我们的时候 他就说你必须要下包 就是给这些组员轮流背 所以他在大太阳底下七月的时候 他要背自己的背包 然后还要背我的背包 然后我在跟他们走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流汗是这样流下来 然后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愧欠 因为我觉得我是这个组里面算是体力最好的 可是我什么体力上的事情我都无法帮忙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会不会很累啊 会不会帮你擦汗啊递水啊之类的 对但是我的辅导员其实就要我去了解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 人家他是心甘情愿要帮我背这个包包 他也不会觉得说他是在帮我 他只是我们一起来完成任务 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自己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个过去 我其实非常的注重人家对我的看法 但这样的一个眼光在我身上 其实是形成我的压力 而这也回到我的家庭里面 为什么我的家庭 我妈妈甚至我阿公都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人家的眼光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行善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对人家很好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送人家很多东西 让人家觉得很开心 可是这真的是我们吗 对所以在那个下包的过程 我其实非常的感受到这一点自己的一个反思这样子 不要想要去复制别人的小孩 因为不是每样的生活 是你觉得他是真正可以帮助到小孩 有时候只是你觉得你想要给你小孩 然后用它来弥补你自己觉得自己人生的缺憾而已 好所以在这本书呢我想要做一个结尾就是 我认为在情绪的一个素养培养上面呢 其实我们应该着重的是 好好去了解这个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用心去体验 那不要觉得说 我好像应该要让我的孩子跟别人一样 或者是这个社会去加租 在你的孩子身上的这些事情 因为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都不一样 而其实包括你自己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用心的去体会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那想看看这里面你带动的那个情绪 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让你去反思到自己 甚至是自己可以在 定定自己的人生价值上面 有更高的一个追求 那其实才会让你自己和你的孩子 打造更完美的自己 好谢谢大家